五星插柳的寻找 林柯笑沿着山路 一步步掉进了这一个 半梦半针的梦里头处理 我很崇拜山 我当然听了很多故事 跟人有关系 有跟不是人有关系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山本身就是一个 我们习惯讲的自然 直接呈现 我说不上来 我就是很崇拜山 所以我到山里面 从来没有感觉到 我是去征服他或是什么 就是一个崇拜者进去 拥抱单纯的热情 走过七十年前伤势的鼓道 林柯笑帮沿着山找到了回家的路 她爱山 却也因为意外 长眠一色 经过漫长的搜救后 直到十二号下午一点钟 台信金控总经理林柯笑 被救难队员证实已经零难 而就在这个时候 宜兰南澳山区飘起雨来 不仅让人感叹 也增添救援困难 刚才你讲我会不会有一天不见了 跑到山里面 我希望 我的公司没有人看到这个 可能性越来越大 请拜你 我就是你全新树造最爱的原住民 欢迎回来台湾起树 我说明讲 电影不一样的月光导演 陈杰瑶 她来自流星部落 她的主母就是沙映的同学 虽然陈杰瑶不是在部落长大的 但现在呢 却和林柯笑一样 她也在寻找沙映之路 因为那是回故乡的路 她用电影在说故事 而在拍片的过程当中 她来回走了四天 就为了回到当年的老部落 而这个部落现在是什么样呢 我们继续来看 自然记者的蔡真如 林静谈的报道 就是说知道我们要拍这一个故事 那跟她也是满面 满着迷的一个地方息息相关 所以她中间跟我们导演 跟我们都接触了几次 刘长 方小姐 之前有跟香火所联络 他们想要到部落这边 台湾这个部落来拍摄 他们想说想跟以前那个 日剧时代的沙映的故事 做个连结这样 是 其实这剧本 蛮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沙映这个 因为其实我以前没听过沙映 我也不知道沙映是什么 那当节奥给我看了剧本之后 我觉得这个沙映背后的很多故事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我第一次走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想死 对啊 因为我觉得太恐怖了 小心一点 对啊 因为一天至少要走 七八个小时的路 而且很多都是悬崖 不然就是那种峭壁 其实就是你只要没有抓对东西 就是翻下山 沿着沙映之路上山 陈杰瑶回到的故乡 用影片说故事 既没有华美的包装 也不可歌可泣 而是这个部落少女 源源本本的真实面貌 其实只要跟着猎人 我就不会怕 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在山里生活 一条路已经七十年了 那七十年没修一定是断的 那我们会先沿路 日本路走走走走 到这边断了 我们就会往上爬 爬到不断地慢慢地下来 好 我们有找挑夫 对 就是挑夫顺便也是向导 然后帮我们背东西 背吃的 因为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需要花两天的时间 下来两天 对 所以我们都是直接是住在山上 是没有房子的 直接搭那个塑胶上这样子 现在才六点 路都还没有散 可没弄到老板 阿公脚怎么了 发言呢 来山上以后 好像伤口又更大 一步路一步难 电影不一样的月光 寻找沙云的故事 短短的一个半小时 反向的路徒步走上了两天 陈杰瑶她整整花了三年 才走到了终点 因为我觉得那音乐拍的是我的部落 因为我觉得不能丢脸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想说 如果今天不是拍我的部落 也许是拍某一个地方 我可能会觉得说 那差不多 真的 真的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要守守 不要一直站在那边 对 可是因为拍的就是我的部落 所以我才会 把它 把它拼完 对啊 喂导演 那个 之前你要我帮你问那个 沙云的故事啊 我问了一些当地的居民 他们说 好像是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他就是找着 找到最后其实 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藉由沙云可以去点出说 可能外面的人对部落的想象都是神秘啊 传说 那其实 你最后看到的是 很单纯就是 泰雅族对土地很直接的那种爱 阿虎 你在看什么 看那个 小云的想象啊 小云 有一个小云 其实这个小云啊 有一个 这个小云 有一个小云啊 有一个小云啊 大家都写说我这部在拍傻云的故事 其实是在拍 寻找傻云的过程 那其实就是跟林大哥找路 我后来 我之前他给我看找路的时候 我看到我就觉得过程很像 因为他也在找傻云 可是找到后来 傻云对他来的时候不重要 对 因为他已经因为进入 因为傻云他进入了这块地方 他喜欢这块 他迷列上这块土地跟人 每个部落都有属于自己的传说 当我们回过头去 能够找到什么 又留下的是什么呢 那个 阿公祖堂是那个嘛 老部落 什么 阿公讲的 那是老部落吗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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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哪有体力去 去留恨啊 阿公那么老了 怎么可能去啊 部落又那么远 他有体力上去吗 尋根是不得不的使命 只是故乡早已淹没 回家的路又在哪里呢 我其实觉得每一趟其实都 其实都很危险啦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那是我们以前的家 我们还是得回去啊 对啊 那就是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 怎么可以保佑我们 黑暗那路啊 黑暗那路啊 我深爱的天赋 我有眼神欢呼 在每个生活处 热情也越聪明 黑暗那路啊 我深爱的天赋 我永远深欢呼 在每个生活处 热情也越聪明 我会见到你 卓道 或许多 有人